嗨 大家好 我是小春哥 双11以前 支店想把主要的推荐清单更新一下 原则上就是帮大家选择同价位段 性能 品牌 价格最优的 那今天呢 咱们就来说一说洗碗机 洗碗机呢 绝对是一个你买了就会后悔的产品 后悔 买晚了 从安装的空间来分类 后装只能是材质和历史 装修前呢 可以考虑嵌入式和水槽式 那这里呢 我得再强调一下 不推荐大家选择水槽式 因为它的容量小不说 技术上呢 也有一些硬伤 咱们能买大的 尽量还是买大的 那我们来按照价格段分别的看一下 两天以下的价位段呢 以小容量还是洗碗机居多 当然 如果赶上有些产品做活动 也能买一个还不错的大容量嵌入式的产品 该价位段的产品基本上都没有烘干的设计 采用的是最初级的余温干燥的方式 那松下NP-TREWRCN 台式的设计标称六套 容量虽然小 但是空间利用率比较高 洗涤和杀菌的效果还不错 缺点呢 就是没有亮碟剂的专用槽 是没有办法添加亮碟剂 美蒂D-E 台嵌两用 容量是六套 优点呢 是带有紫外线独立垂菌功能 一体成型内胆 不接缝 易清洁 海尔EW9818G 力嵌两用 容量呢 是九套 80度的高温消毒可以搭配九种洗涤模式 缺点呢 是没有预冲洗的功能 但是啊 不到2000元的价格 买到一款九套的洗碗机 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那2000到3000元的预算空间 有更多的八套到九套的嵌入式产品可选 也可以买到一些带有智能洗涤功能的产品 但是大部分的产品的干燥方式呢 仍然停留在余温干燥上面 海尔的EBW9817B-U1 九套的大容量 智能感应油物 不就钢内胆 但是呢 这款是非标准的嵌入式洗碗机 需要提前预留空间 同样 它还是没有预冲洗的功能 美的的WQP8-W3908G-CN 八套嵌入式的设计 优点是 产品带有72小时的换气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洗碗机 存储碗碟的问题 但是呢 这款洗碗机的干燥能力还是比较弱 不建议长期将碗碟存放在洗碗机里面 美的WQP8-W3802H 还欠两用 容量是8套 紫外线独立消毒 除了常规洗涤模式之外 还有冷水洗可以用于清洗水骨 那是这个价位段最推荐的一款产品 进入到3000-4000元的预算 洗碗机的干燥方式呢 不再是单一的余温干燥 有些产品呢 采用组合干燥的方式 这里面有一款浩泽QX86水槽式的设计 上下双喷臂 相比其他品牌水槽式洗碗机的单喷臂设计 洗的呢 更加干净 比较有性价品 那它呢 也是我唯一推荐的一款水槽式的洗碗机 但是缺点依然是一样 水槽式洗碗机的装载能力实在是比较有限 美的WQP12-5301A-CNJ1 13套的大容量 可定制门板 带有自清洁功能 缺点是能有自能清洗程序 华地JWV8-H6 8套的嵌入式设计 优点呢 是烘干方式为热风烘干 而且呢 每隔4小时就会主动换气 能够提供更好的餐具存储的环境 那是这个价位段最推荐的产品 4000-5000元的洗碗机推荐 那么在这个价位段 12套 13套的大容量洗碗机比较多 有洗锅需求的 可以在这个价位段进行挑选 西门子的SN-53E-531TE 嵌入式 13套大容量 可定制面板 可以更好的匹配家居的环境 缺点就是烘干方式 还是余热干燥 西门子SC-73E-810TE 8套的嵌入式优点是能效较高 而且呢 是热交换烘干 干燥效果好 缺点呢 就是洗涤程序偏少 只有强快洗 节能洗和尽量洗 贝科EUDFN-16410B 14套的大容量 参举少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半载洗的模式 总共有6个洗涤程序和4个附加程序 值得推荐 那5000到6000元这个价位段的洗碗机推荐 在这个区间呢 主要推荐原装进口的西门子和惠尔普 采用了变频泵和热交换的冷凝 相对于低端机整体性能会更好 西门子的SC-76M540TI 这款洗碗机呢 是西班牙进口的经典台下嵌入式的8套洗碗机 采用了变频排水泵 噪音非常小 在洗涤时水流会不断的变化 形成多重角度 涂盖的面积更过 惠尔普的ZE 原装进口不欠两用 14套的大容量 9种洗涤程序 增压清洁 支持果蔬洗和海鲜洗 欧洲A++级能销 支持冷凝烘干和热交换烘干 是这个价位段最值得推荐的一套 6000元到7000元这个价位段 那么在这个区间 我们推荐两款博产的洗碗机 洗碗机洗完餐具之后 不能长时间存储 需要尽快开门或者拿出餐具 否则呢 在潮湿的环境下 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 那国产洗碗机呢 针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优化 推出了各具特色的功能 保证洗涤之后的内部全干燥 可以长时间存储 更加适合我们的国情 那滑地的JWD8-V6 八套的抽屉式设计 全缸内胆 自动开门 上下双喷零臂 可以洗碗底 那双风机呼吸系统 内壁呢 无残水流程 可以长效益军 不反潮 KOMO呢 是美的的高端品牌 这款CDB108-E6洗碗机 八套嵌入式的设计 五个洗涤程序 有效覆盖常用的洗涤场景 它有逐度传感器 自动判断餐具的脏炉程度 热风循环烘干 还有12V安全电压的 等离子杀菌技术 用离子镜有效灭菊 可以72小时存储碗碟 避免了异 把各种洗碗机的痛点 几乎全都满足了 那这两款 同样值得推进 那7000元以上的洗碗机呢 通常是在基础管的功能上 加入了最新的洗涤技术 烘干技术 升降碗栏 自动开门等等功能 预算充足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 以下这三款 西门子的SJ636X系列 洗涤容量达到了13套 全嵌入式的安装设计 可以定制面板 安装高度呢 从原来的815 805 降到了775 更加利于国内橱柜的 实际安装情况 搭载了5D喷零系统 在用余温冷凝和热交换 两种混合的烘干方式 各方面的表现都还算不错 A1G FFD83710 PB洗碗机 可独立可迁入 三层洗碗栏 15套洗涤容量 搭载了A1G的卫星喷零技术 水流能够达到洗碗机内所有的区域 洗涤呢更加彻底 采用了变频电机 烘干完成之后会自动缓慢开门 空气队流烘干 门耗呢 是欧洲的A++的水平 TOMO CDF112-18洗碗机 力士的结构 14套的大容量 三层碗栏 全缸内胆 龙卷风湿喷零 高温高压 强劲水流迅速洗卷 枪体 对于餐具的深度清洁 热风烘干 离子镜等技术的引入 可以实现有效的杀菌警卫 避免二层不染 美诺G6620CSC 独立式洗碗机 由德国原装进口 容量是14套 采用自动开门烘干和感应烘干的技术 提升了烘干的效果 搭载美诺自家的变频洗涤泵 智能调节 喷零压力 半载感应 环保节能 能效可以达到欧洲的A++的水平 耗水量低于6.5升 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我们对于洗碗机选购清单的推荐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点赞评论收藏 谢谢